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有听到在野党的委员在外面有一场活动 他们大声的呼唤口号 食安不分蓝绿 百分之百支持 我想台湾社会的人民绝对百分之百支持食安不分蓝绿 正因为食安不分蓝绿 我们就食安 论食安 我们要全关的解决问题 我们不要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要就做全套 不要做半套 所以本席的立场 我们全面来解决校园饮食的问题 就是本席已经推出一套专法 校园饮食专法 这才是正办 这才是王道 下一页 首先 部长 您也是当事人 当天您也职集 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诚实 教育就应当是好的力量的传散 可是非常遗憾 我们上一次在同样的场域是专案报告之后 我赫然发现 在这个网路上就出现非常多这样子的黑心图卡 说看清楚 就是这些人让你的孩子吃到瘦肉精 看清楚 就是这些民进党的立委反对国民党委员的提案 所以民进党的委员反对食安 是这样吗 恶意造谣是教育最坏的榜样 部长 那天你也在现场嘛 事实是这样吗 民进党的立委报告本席 有反对食安吗 有反对把关受肉精吗 跟委员说明 那天我们贵委员会在讨论相关委员提案 其实大家都目标都一致 希望能够让这个校园食安的这方面能够做好 委员的提案有一些 可能大家也都在讨论能够怎么样 因为提案都是一个重要的公文书 希望能够反映到事实 也得到最好的这个成果 大家都一起努力嘛 当我们现场的美玉仪和美玉仪替我们来把反对的事情 把造谣抹黑的事情予以澄清 全民一起来打击假新闻下业 所以事实是什么 当天民进党团的委员们 我们都联署了提案在我这里的左手边 我们提了七项 从源头管理到后端稽查 从资讯透明食材登录 到我们优先使用国产的所有的食材 到我们要求 不管是国教甚至延伸到幼儿园 我们都应当为食安来把关 这是民进党团委员更全面的版本 而且获得委员会的通过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如果要说 说真的 民进党委员提的版本是更全面更具体更可行 可是却被政治政治操作成我们是反对食安的 我觉得这样的黑心的政治操作真的比瘦肉精更毒啊 比瘦肉精更毒就是这样的造谣声势 在社会去分化 我们食安就不分蓝绿 大家一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民进党的提案经得起社会的检验下一页 那今天是学校卫生法 我看到非常多委员的提案 包括有委员提出第七条 调整校户跟学生班级的 这个原额的这个比例 我支持 有委员提案 学校要整备防疫物资 我支持 有委员提案 要调整营养师比 我支持 有委员提案 要禁用电子烟新兴烟品 这可以讨论 但方向我也都支持 也有委员提案 校园是不是来禁售一些高油高脂高原的食品 这些都可以理性讨论 我都可以支持跟尊重 下一页 但是部分的条文 如果是针对性的 如果是政治性的 明明知道我们已经在 学校卫生法23条 就已经放了 优先采用中央农业主管机关认证之在地优良农业产品 都刻意去遗漏我们这么重要的前提 然后去提出针对性的 要把现用乙型受体素来入学校卫生法 本席就很难接受 我也认为这样是流于片面 针对性 而且很有可能挂一漏万下业 我的立论在哪里 我们今天FDA在这边 我们食药署 我们的这个农委会都在这里 现行的食品卫生 这个管理法里头 针对动物用药有488笔的容许量的残留的规定 食品添加物也有793笔 可用什么可不用什么 然后比例是多少 农药更有7374笔 有明明确确的副表 都订定它所有的容许残留量是多少 换言之如果我们在学校卫生法里头要针对某一项 OK很多委员针对乙型受体素的可容许残值是多少 如果要入法的话 对不起这里加起来有8655项全部要入法 这就是我说的不应当针对性的针对某一项 是不是 我刚刚说的我们食药署在这里 我们农委会在这里 下一页 在食品卫生管理法的母法授权 15条跟18条都有授权 就是厚厚一叠都几百页我没有办法印出来 我举例来讲动物用药 我们规范这个绿酶素不要用在水产类全面禁用 食品添加物我们规定了这个灼色剂 就是那个会染色的还有防腐剂 用量都有它的每公斤10维克以下 包括农药譬如说安美素 禁止它的容许量是1ppm 总共有8000多项啊 8000多项啊 这就是食品卫生管理法母法有定 然后给予子法的授权 我想农委会代表跟我们卫福部代表在这里 我没有说错嘛 有8000多项 怎么只针对乙型受体素一向入学校卫生法呢 所以我说不要做半套 不要为政治而修法 我们搞食安就全方位的来面对问题下一页 所以我的立法的脉络是这样 在所有的农业用药 我们的这个动物用药跟食品添加物 都有食品卫生管理法在管控 包括现在的美猪美牛乙型受体素 它可用的这个容许范围 都同样在食品卫生管理法母法15条18条 所授权的行政规范去管理 然后呢学校卫生法是中间 针对校园的部分要有哪些管理 而且我要说学校卫生法里头我黄色mark出来 才是针对饮食的部分 学校卫生法更多面向是在疾病预防 在健康教育在卫生工作的评鉴 在其他的事项上 其实食安只是学校卫生法的一部分 所以一个完整的法律架构 应当是食品卫生管理法在上头 加上学校卫生法的原则性规范 然后落实在一个完整的 全方位的也就是 本期已经提出的校园饮食专法 全面的去解决问题 部长我这样的一个立法脉络 是不是够精准 是不是够全面 是不是符合教育部现在政策的方向 是谢谢委员 我想确实在几个跟食安有关的相关法规 委员所列 这张荧幕所成的 确实是目前的状况 最近大家委员关心的学校卫生法 其实它是一个进步跟前瞻的法规 即使在部分的校园共善上 它也都朝向让我们提供给国内的这些优良食材 给孩子来做食荣教育的一个基础 那如果在各委员关心面向上 有一个专门的校园饮食的法规 就在上一个阶级 因为在谈嘛 这样的方式 不管委员这边有若干个委员的提案 教育部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做这个草案的准备 我最后来结论 我最后一页 部长最后一页 所以我们应当要正式来提出学校饮食专法 过去叫做营养午餐法 但是吴思耀的版本 为什么把它叫做学校饮食专法 因为在学校的饮食不用 不是只有营养午餐 它可能点心啦 可能各类有提供的 都应当纳入 然后呢 要扩大政府资源的挹注 要确保饮食的卫生健康营养 在业党委员关心的那一项 就可以在我这个chapter处理 然后要更重要的是 落实饮食跟食农教育 也要结合地方的食文化 来做地方创生 还有呢 个人一直主张 我们现在的营养午餐的这些 不管是中央厨房 或是团扇的成员 他一直没有去精进他的 这个料理专业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更前瞻的 来设置学校饮食教育 及研究中心 协助这些厨房的工作人员 他不只会做安全的 营养的健康的食品 他更能够不断的精进 给孩子吃不一样的 吃更有在地特色的 然后本席的版本还有 成立学校饮食政策会 来开放参与 换言之 我的结论就是 我们不要修半套 我们也不要政治性 跟针对性的修法 不要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我们正式问题 做一个全盘的学校饮食专法 几个月内 你们会有版本出来 跟我们报告 因为过去所整理的基础 加上最近委员们关切 包括刚才委员所提的这部分 我们再做一个整理 因为本来就有那个基础 下个会期提出来应该是努力吧 让我们在这个下半的再努力一下 我们希望下会期可以看到院版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部长 谢谢